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七色花 有一个小姑娘,名字叫做燃尼亚 一天,她妈妈让她到店里去买圈形面包 燃尼亚买了七个 她给爸爸买了两个放回箱的 给妈妈买了两个浅英素子的 给自己买了两个糖味的 给弟弟帕普利克买了一个玫瑰色的小面包 燃尼亚提上用麻线穿好的七个圈形面包往家里走 她走着,眼睛好奇地往街两边瞧着 一会儿站下来念念招牌上的字 一会儿站下来说说乌鸦 这时候,燃尼亚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一条陌生的狗 脚跟脚地走在她身后 把她手里提着的面包一个个给吃掉了 先是吃掉爸爸那两个放回箱的 接着吃掉妈妈那两个欠英素子的 接着又吃掉了燃尼亚两个糖味的 燃尼亚忽然觉得手里提着的面包轻了许多 她赶忙回过头去瞧 可已经晚了 麻线轻飘飘地摇晃着 狗把最后一个 就是帕普利克那个玫瑰色的面包也吃掉了 正伸舌头舔着嘴唇呢 哎呀,你这狗真坏 燃尼亚大声叫起来 撒腿去追那条狗 燃尼亚追呀追呀 狗没追上,自己倒迷了路 她往四下里一瞧 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这里房子倒是很多 可是不见有一幢是大的 都是些小房子 燃尼亚心慌起来 不悠得哇的一声哭了 忽然,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位老大娘 小姑娘,小姑娘,你哭什么呀 燃尼亚把这以前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老大娘 老大娘很可怜小燃尼亚 把她领进了自己的花园里 说,你不用害怕,别哭,我来帮助你 要面包我倒是没有,我也没有钱 不过,我这小花园里有一朵花 叫七色花 你要做的事,她都能做到 我知道,你就是走路时爱站下来东张西望 可还是个很可爱的小姑娘 我把这朵七色花送给你 你要的一切,她都能给你 老大娘一边说着,一边从花坛上摘下一朵花来 这花的样子很像雏菊,非常好看 老大娘把花送给了小姑娘 这朵花展开七片透明的花斑 各半颜色都不一样 黄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橙子色的,紫颜色的和天蓝色的 这朵小花,老大娘说,可不是平常的花哟 你不论想要什么,它都能给你做出来 当你想要什么的时候 你就摘下一小瓣来,抛向高处 同时说,飞吧,飞吧,小花瓣 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 飞着兜上一个圈 兜完圈而落到地,我要怎样就怎样 说完这几句,你就接着说你要什么 它马上就会给你做出来的 然尼亚很有礼貌地向老大娘说了感谢的话 就走出了篱笆门 这时,她才想起来,她不认得回家的路 她想回到老大娘的小花园去 请求老大娘把她送到附近的民警叔叔那儿去 但是,连小花园和老大娘都不见影了 怎么办呢 然尼亚打算按照刚才的样子哭起来 连鼻子也像过去那样皱得像小手风琴似的 可忽然,她又想起 她这会儿已经有了一朵珍奇的小花了 嘿,我就来看看 这究竟是一朵什么样的气色花 然尼亚擦了一下 摘下一片黄色的小花瓣 把它抛起来说 飞吧,飞吧,小花瓣 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 飞着兜上一个圈 兜完圈而落到地 我要怎样就怎样 我要烧上一串圈形面包 回到自己家里 没等然尼亚说完这句话 一眨眼功夫 她就回到自己家里了 手上的麻线提着七个圈形面包 然尼亚把面包递给了妈妈 心里暗暗想着 这花可真是一朵神奇的花 一定得把它插在最好看最好看的花瓶里 然尼亚是个很小的姑娘 所以,她要拿她最喜欢的妈妈的花瓶 就只好爬上椅子 前倾着身子去勾 才能勾到那个放在书架顶上的花瓶 可是糟糕 偏偏在这个时候 窗外飞过几只乌鸦 然尼亚也像所有的小姑娘一样 立刻想弄清窗外飞过的到底是几只 七只还是八只 她张开嘴 扳着手指数起来 这时 小花瓶掉在地板上 砰的一声 打成了一滩碎片 你又把什么东西给打了 好个毛手毛脚的小丫头 妈妈的责骂声从厨房里传来 该不是我那个心爱的小花瓶给打了 没有,没有,妈妈 我什么也没打碎 是你心里那么觉得吧 然尼亚一边大声说 一边飞快地摘下一片红色的小花瓶 把它抛向高处 嘴里轻轻地说着 飞吧,飞吧,小花瓶 从西飞到东 从北飞到南 飞着兜上一个圈 兜完圈而落到地 我要怎样就怎样 我要妈妈最心爱的小花瓶 变成原来那样子 一点不破不碎 没等然尼亚说完 地板上的碎片 自己个儿又相互拼到了一起 合成了一个好端端的花瓶 妈妈从厨房里跑出来 一瞧 她心爱的小花瓶不破也不碎 好端端地摆在原来的地方 妈妈为了她的花瓶不被打碎 还是伸出一个指头 按了按燃尼亚的头 打发她到院子里玩去了 燃尼亚来到院子里 看见男孩子们都在做游戏 坐在一块旧木板上 把一根棍子插到沙里 哎 让我也来跟你们一块玩吧 想得倒好 你没看见我们这里是北极吗 我们不带女孩子到北极的 这不就是一块木板 这算什么北极呀 这不是木板 是大冰块 走开 别碍我们的事 我们现在正喘不过气来呢 那么是不让我参加咯 不让 你走开吧 用不着你们让我参加 没有你们 我照样到北极去 不过 我要去的北极不像你们这样是一块破板 时到实实在在的北极去 你们那个算什么北极 冒牌火 燃尼亚走到一边 在门口 她拿出真奇的七色花来 摘下一片蓝色的花瓣 抛向高处 说 飞吧 飞吧 小花瓣 从西飞到东 从北飞到南 飞着东上一个圈 都完全落到地 我要怎样就怎样 我这就要到北极去 没等燃尼亚说完 突然不知从哪里 呼的一下刮来一阵旋风 太阳不见了 变成了可怕的黑夜 她脚下的大地 陀螺般的转动起来 燃尼亚这时还穿着夏天的连衣裙 光着一双脚丫子 这下就嘟嘟她一个人到北极了 那里冷到零下一百度呢 哎呦 我要冻死了 燃尼亚不禁大叫起来 她挖得哭开了 可眼泪一淌出来就结成了冰淋 一根一根的挂在她的脸上 好像自来水龙头下的冰淋似的 就在燃尼亚动得直喊爹叫娘的时候 从冰雪中连续钻出七头白胸 静止向小姑娘扑过来 一只只都凶巴巴的 一头比一头可怕 第一头是狂暴的 第二头是凶狠的 第三头戴着顶帽子 第四头浑身脱光了毛 第五头全身的毛都勾卷着 第六头满身花斑 第七头哥最大 燃尼亚顾不得害怕 连忙用冻得发僵的手 拿出七色花来 摘下绿色的一半 向高处抛去 用她能发出的最大声音说 飞吧飞吧小花瓣 从西飞到东 从北飞到南 飞着都上一个圈 都完全而落到地 我要怎样就怎样 我要马上回到我家院子里去 眨眼间 她又在自己家院子里了 男孩子们都朝她看着笑话她 哎你的北极在哪里 我到北极去过了 我们没看见 要不是骗人 你就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你们瞧 我这还挂着冰灵呢 你那不是冰灵 是冒牌货 怎么你不承认吗 燃尼亚生气了 拿定主意不再跟男孩子们啰嗦 她到另一个院子里 跟小姑娘们玩去了 她一到小姑娘们玩的院子里 就看见他们有各种各样 好玩的东西 有的有玩具小轿车 有的有小皮球 有的有跳绳 有的有三轮小自行车 还有一个有会叫的大洋娃娃 头上还戴着草帽 脚上还穿着娇皮靴 燃尼亚心里很难过 她对那抱大洋娃娃的小姑娘太羡慕了 羡慕的眼睛都像山羊那样发黄了 好吧 她心里想着 我这就叫你们看看 究竟谁的玩具多 她掏出七色花 摘下一片橙色的花瓣 抛向空中 说 飞吧飞吧小花瓣 从西飞到东 从北飞到南 飞着都上一个圈 都玩圈儿落到地 我要怎样就怎样 我要世界上所有玩具都变成我的 燃尼亚说这话的功夫 玩具忽然从四面八方潮水般的向她涌过来 最先跑到的不用说是羊娃娃 他们的眼睛眨得巴哒巴哒直响 不住声的哇啦哇啦扯着嗓们叫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燃尼亚高兴极了 但羊娃娃来的也太多了 一下堆满了整个院子 整个小巷 以及两条街和半个广场 弄得人每走一步都要踩到羊娃娃 四周出了羊娃娃哇啦哇啦的叫声 就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 你们倒是想象一下 还有什么声音能压倒五百万个 会扯着嗓门 喊爹叫娘的羊娃娃的吵闹声呢 这还没有完呢 这只不过是莫斯科一个城市的羊娃娃 而列宁格勒 哈尔科夫 基辅 利福夫 和其他苏联城市 涌来的羊娃娃还没有跑到呢 他们像千千万万只鹦鹉似的 在各条道路上 哇哇叫着 边叫边往燃尼亚这里赶 燃尼亚心里有点慌了 可这才是开始呢 羊娃娃后头 还有许多的小皮球 小担子 旋转木马 三轮自行车 拖拉机 汽车 坦克 小装甲车 大炮 咕噜噜噜噜噜的 滚过来 跳绳一条条 像扭来扭去的长蛇 直伴羊娃娃的脚 惹得兴急的羊娃娃 直着嗓门叫得更响 这是从地面涌来的 还有从空中涌来的呢 玩具飞机 玩具飞艇 玩具滑翔机 千千万万 呜呜的像燃尼亚飞来 棉花做的小人 撑开降落伞 从空中飘落 像淤金香花似的 有的挂到了电线上 有的挂到了树枝上 这么一来 城里什么车 车也不能开了 执勤的交通警察 都爬上了电灯杆 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太多了 太多了 燃尼亚吓得直抱头 大叫道 真是的 行了行了 我根本玩不了 这么多玩具 我是说着玩的呀 我怕 然而 一点用处也没有 玩具越堆越多 越跌越高 苏联的玩具来玩了 美国的玩具开始到了 全城的玩具 都堆得高上屋顶了 燃尼亚爬上梯子 玩具们也跟着她上了梯子 燃尼亚到阳台上 玩具们也跟着她上了阳台 燃尼亚到阁楼上 玩具们也跟着她到了阁楼上 燃尼亚跳上了屋顶 快快地摘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来 抛向空中 急急地说 飞吧飞吧小花瓣 从西飞到东 从北飞到南 飞着都上一个圈 都完全而落到地 我要怎样就怎样 我要所有的玩具 全部回到各自的玩具店里去 一下子 所有的玩具都不见了 燃尼亚看了看自己的七色花 发现只剩下一瓣了 就只剩下一小瓣了 那六瓣好像都浪费了 什么乐趣也没有得到 不要紧的 这第七瓣我就知道该怎么用了 她在街上走着 边走边想 我究竟要什么好呢 我给自己要四公斤 小熊排的水果糖吧 不 最好要四公斤 水晶排的水果糖 或者都不要 最好这么办 要上半公斤小熊 半公斤水晶 一百克花生糖 一百克核桃糖 还有 不管怎样 我也得给帕普利克 要上一个玫瑰色的面包 可这样好吗 一吃都吃光了 不行 我得给自己 要上一辆三轮自行车 不过这又干嘛呢 我骑一骑 骑过怎么样呢 再说 弄不好会让那些 淘气男孩子给抢去的 说不定还爱上一顿揍呢 不行 最好还是要上一张电影票 马戏票也行 反正两个地方都挺有趣 要不 最好要一双新凉鞋吧 这也不比看一场马戏坏 不过 说实在的 要双新凉鞋就一定好吗 可以要一样更好的东西 现在 最重要的是 我千万别着急 燃尼亚正这样盘算着呢 忽然看见一个长得很清秀的男孩 他在门口的一条板凳上坐着 眼睛大大的 蓝蓝的 是一双闪着快乐的光彩 却又很沉静的眼睛 小男孩看上去十分让人喜欢 那样子一眼就能看出 他不是一个好打架 会想东西的孩子 所以 燃尼亚想要认识认识他 同他交朋友 小姑娘一点也不害怕地走到他跟前 离他很近很近 近得在男孩的眼睛的同人里 都能非常清楚地看见自己搭在肩上的两条小辫子 小男孩 你叫什么名字呀 维加 你呢 燃尼亚 我们赖捉迷藏好吗 我不能 我的一条腿瘸了 这时 燃尼亚才看清 他一只脚上穿的鞋跟通常的鞋两样 鞋底特别厚 太可惜了 燃尼亚说 我很喜欢你 偷你一道跑着玩 我准会很快活的 我也喜欢你 偷你一道跑着玩 我也会很快活 可是非常可惜 我不能和你一道跑着玩 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一辈子都不能玩了 啊 你怎么说这么丧气的话呢 燃尼亚大声阻拦说 接着 他从口袋里取出他珍奇的七色花 你瞧这花 小姑娘说着 小心翼翼地摘下最后一片天蓝色的花瓣 拿他在眼睛上贴了一下 然后松开小手指 接着 用他那甜细甜细的嗓子唱起来 他的嗓音非常幸福 而且微微发颤 飞吧飞吧小花瓣 从西飞到东 从北飞到南 飞着都上一个圈 都完圈而落到地 我要怎样就怎样 我要为家的腿好好的 就在燃尼亚说话的一瞬间 小男孩从板凳上跳了下来 同燃尼亚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 他跑得那样快 小姑娘怎么使劲追 也没追上他 是什么东西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